少女天天渴望能被男朋友做点羞羞的事 但是对方就能什么都不和他做 一辉再次在赛场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因为优异的五连胜战绩 一辉被冠上了无眠剑王的称号 一下子成了笑逆的大红人 同伴的女孩子们崇拜的围在一辉身边 求他教导剑术 惹得史达拉吃醋不已 回到宿舍就和一辉反映了这个情况 如果一辉去教导别人的话 今后的对手可要增加了 一辉正是希望如此 他们能够变强 正说明自己的教导是有意义的 那些女孩今后也可能会遭到 之前劫持商场的事 多一份力量就能多保护一个人 史达拉红着脸扭扭捏捏地提出 想和一辉做的恋人该做的事 结果扭头一看 一辉已经早在朝上睡着了 黑铁老师小课堂第一课 单脚站立 在站斗的时候 单只脚受力的情况要占大多数 所以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看着一辉被女孩子围着 同伴的炮灰无人组酸道变形 围上了准备送经验 然后被一辉赤手攻拳教训了一顿 没想到这一顿打完之后 炮灰小队直接跪地道歉 希望一辉也教教他们 大家没忍不住吐槽 他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这个时候不应该撂下狠话落荒而逃吗 然而身为单身狗的小炮灰们的愿望非常单纯 仅仅是想和女生说话便得受欢迎而已 于是一辉又多了一些谜地谜媚 小课堂开的居然还算红火 这些学生都有着不错的才能 即使学到一点建树的皮毛 也能拓宽他们今后的战斗思路 史黛拉来给一辉送水 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拿出来 然后不出所料的又被猪奶借足心灯了 气得史黛拉一口干完了两瓶水 猪奶也想让一辉教导一下她的建树 史黛拉也想让一辉知道 但一看一辉犹豫的样子就生气的跑走了 路上正好拿到拿着一女恋爱游戏的游戏 封面上酷似一辉的看板狼 一下就吸引了史黛拉的注意 从此少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和游戏里的一辉相亲相爱不可自拔 玩到正上头的时候 一辉突然推门而入 吓得史黛拉一个劲的护住屏幕尖角 作为剑术指导的一个环节 明天她会带着大家去泳池训练 于是来问史黛拉去不去 见史黛拉还在为自己不肯叫她剑术的事儿生气 一辉只好先和她解释清楚 并非是她不愿意教 而是史黛拉的能力早早就超过了她所能指导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她俩的根基完全不同 对于身为绝对强者的史黛拉而言 还会对她产生不好的影响 史黛拉不应该指在她的理解范围内成长 而是应该超越她想象的存在 被几句话哄好的史黛拉 高高兴兴的跟着一辉去了泳池 看着满池子泳装的小姐姐 炮灰小弟们感动的哭了出来 果然跟着主角就是好 一辉直到大家潜入泳池 借助水的力量 把意识集中到身体内部来倾听自己的声音 被冷落在一旁的史黛拉有些闷闷不乐 但还是跟着秉息静气将自己潜入水中 努力的探索更深层次的自我 然而就在史黛拉全身贯注的 向自己的意识伸出手的时候 突然听见有人问她 和一辉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史黛拉当即呛水 插在淹死的泳池里 佳佳梅早就发现了这两人的不同寻常 史黛拉傲娇的不肯承认 结果佳佳梅提出要去追求一辉 史黛拉就着急的摇头露笑了 不过佳佳梅倒也不是真的喜欢一辉 作为朋友 她还是希望史黛拉的恋情顺利 但该八卦的时候还是要八卦的 一夜的一刀修罗做过了没有 却没想到史黛拉扭扭念念的表示 他们连嘴都没亲过 她非常喜欢一辉的一切 然而可惜可喝的开始交往之后 整整两周却没有任何进展 史黛拉没有什么大的奢望 只是想和一辉做的 恋人之间会做的普通事 但她又不敢和一辉说 害怕被当成不知羞耻的 好色女孩而讨厌 佳佳梅恨铁不成钢 这种事情当然要主动去说呀 磨磨蹭蹭的 万一对方跑掉了怎么办 而且一辉肯定是对她也有感觉的 佳佳梅自告奋勇的去叫一辉过来 害羞的史黛拉 不知道朱乃正在想办法撬她的墙角 原本一辉和史黛拉关系亲密后 朱乃一直非常失落 还害怕有些会觉得 喜欢哥哥的妹妹很奇怪 但是有些一直在开讨她 朱乃正是明白这一点后 依旧喜欢一辉的 她认为这是非常伟大的爱 没有人会讨厌积极主动的女孩 想让一辉对朱乃的意识 从妹妹转变为女人 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另一边 一辉已经去和史黛拉单独相处了 因为一辉平淡的态度 史黛拉以为一辉已经腻了自己要分手 果然一辉还是喜欢会主动贴上去的女生 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一辉 还以为是史黛拉讨厌自己 两人捋垂不对马嘴的吵了半天 把喜欢对方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 原来两人都依旧喜欢对方 但都因为害羞不敢表露太多 这才导致两周都没什么进展 而他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都是亲亲 于是在水灵的掩护下 互通心意的小情侣亲在了一起 灰城的路上 两人收到了下一场对战赛的通知 而两人的对手都是本校学生会的成员 一辉的对手 突完烈烈的绝技名为 极速渴望 通过积累自身速度 而不断加速达到音速 靠牧师完全无法捕捉 史黛拉的对手碎雷成灰 挥舞着巨大的斩马刀 他能够将斩滴的重量进行累加 挥舞的时间越久 斩机的威力越强 突完和碎城同时使着绝招 朝着依惠和史黛拉攻去 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的技巧速度都形同虚设 两人非常轻松的打败了对手 再次保持了连胜记录 比赛结束后 史黛拉对男朋友被猪奶霸掌而非常不满 两人日常又吵了起来 有些问依惠 他到底要不要放着那个不管到什么时候 这时候猪奶和史黛拉才知道 原来有人暗中跟踪依惠有一周之久了 两人顿时警觉起来 难道是什么变态的色情跟踪狂吗 依惠自然也早就发现了 他叫出树后一直跟着他的小姐姐 没想到小姐姐紧张的转身就跑 趴击一下掉进河里 竟然赶紧把小姐姐送到医务室 名为临时巡礼的小姐姐非常害羞 只要一和男生接触 就会满脸通红说不出话 依惠觉得临时这个姓氏十分耳熟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有着最后武士之称的天才剑士 临时海斗的女儿 依惠非常崇拜海斗 小时候正是因为看了对方的比赛录像 才开始学习的剑术 不过海斗很久之前 临时敌意满满 如今一看两人还相谈甚欢 更是弃成了冰火两重天 然而人家临时跟踪一辉的原因 仅仅是想让一辉知道剑术而已 他的临时一刀流到了瓶颈期 但又因为太害羞了 不知道怎么开口 见此一辉主动提出 要和临时练习剑术 临时不愧是临时一刀流的传人 剑术基础扎实 架势灵力 技术等级非常高 仅仅对战了一次 一辉就找出了问题所在 临时感到剑术停滞不前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自己追不上海斗了 他明明已经完全记住了父亲的动作 却怎么都练不出 像父亲一样凌厉的动作 一辉指出了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出问题 男性和女性的肌肉骨骼是有差异的 海斗的剑术 是根据自身条件而创立的招式 所以剑术的完成度越高 是因为女性的临时 就会越发感觉到差异 一辉倒是能够对此进行矫正 但是他将风险告诉了临时 如果临时只注意完全模仿海斗的剑术 临时惊敬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变强 于是一挥让临时摆好架势 然后摸上了临时的大腿 打停广众之下 对着女孩子的大腿上下棋手 该摸的不该摸的都摸了个遍 偏偏一挥还一扁正经地表示 自己只是在纠正临时的架势 让他集中精力 感受他移动着几厘米的变化 女性和男性的关节要更柔忍 横向移动的范围也要大得多 临时被摸得面红耳赤 史德拉和猪奶目瞪口呆 然而效果是显著的 仅仅一招就让临时感受到了 树立方向的变化 临时高兴地贴上去握着一挥的手 他并不介意一挥的触摸 反而觉得一挥的手很像自己的父亲 他喜欢在某个领域认真钻研的人 一挥的一次指导 就解决了困扰他多日的难题 临时希望一挥以后 也能和他一起练习剑术 他必须在选拔赛中胜出 去参加七星剑舞剑 史德拉对一挥身边又多了个妹子感到不满 但是猪奶这次表现得很成熟 再说了 这只是普通的剑术指导而已 他希望哥哥能够得到幸福 就算对方不是自己也没关系 只要对方不会背叛 不会让哥哥悲伤难过 他就会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史德拉向一挥提出了致命问题 在别的小姑娘身上摸来摸去的感觉怎么样啊 一挥握住了史德拉伸过来的手 保证自己只是在指导剑术 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他喜欢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史德拉一人而已 于是第二天的剑术指导就变成了夫妻陪练 林氏为了表示感谢 请两人吃饭 却遇上了来找茬挑衅林氏的小混混 为首的小混混名叫克劳德 简开口阻止他们的一挥是一个箭矢 于是抢过隔壁桌的酒瓶 要和一挥喝一杯 然而就在一挥低头端杯子的时候 克劳德抄起酒瓶砸在了一挥的头上 不断挑衅要和一挥打一场 只得拉气的浑身冒火 然而即便被打得满头是血 被一口吐在脸上 一挥依旧笑着没有还手的打算 克劳德觉得无聊 嘲笑了一顿之后扬长而去 世代拉对一挥完全不还手的行为非常不满 然而最初的一击 他明明是可以躲过的 一挥习惯了忍辱负重 毕竟在校外未经允许使用灵装室外被开除的 而且他看得出来 那个小混混克劳德非常的强 事实证明 一挥所做的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小混混的真实身份 是贪狼学院的王牌 剑士杀手 仓夫藏人 去年七星剑武技的八强 而且学生会的副会长玉拔和会计贵德员都在场 一旦他们真的打起来 绝对会被当场逮捕 玉拔出手治好了一挥的伤 回旧的路上 灵石刚想在真相告诉一挥时 两人的手机同时收到了下一场的对战通知 而一挥的对手正是灵石 灵石一言不发的跑走了 而自那之后也再没前来训练 但有希敏锐的察觉到了不对 如果灵石的目标是七星剑武技 那他就一场也不能输 而凭借灵石现在的能力是赢不了一挥的 极有可能会在赛前做手脚 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挥收到了灵石发来的短信 约他凌晨三点在宿舍楼顶见面 有希觉得是个陷阱 但一挥坚定的认为 灵石是不会做出这种卑劣之事的人 有希很羡慕一挥 因为他是绝对无法如此直率的去相信别人的 但正因如此 有些事只有他才能察觉 有希让一挥做好和灵石断绝关系的准备 凌晨三点 一挥一跃来到楼顶赴约 而灵石的表情非常的不对劲